我们来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最新进展 昨天 中国冒作会举行第二届练博会中外企业签约参展仪式 目前已经有160多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 签约仪式吸引了外国驻华使馆 国际组织 及在华外国商协会 中外企业等300余人参加 在签约仪式上 有46家中外知名企业现场签约参展 近50家参展商在首届练博会还未闭幕 即签署了第二届的参展意向 还有不少的企业提出希望一次性签署三年的合作协议 目前已有160多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 值得注意的是 第二届练博会 在首届练博会原有的五大链条 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基础上 还增设了先进制造链展区 打通先进制造链目的就是为了 促进催生新制生产力 并发挥新制生产力在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方面的作用 通过展示先进制造业当中最前沿的技术 最先进的供应链模式 为上中下游产学沿用 协同创新提供便利条件 多家中外企业代表现场分享了 参展首届练博会的收获和心得 并表示对参与第二届练博会充满期待 让供应链成为国际合作的供应链 手载利部会在这里收获很大 通过利部会这个平台 使我们的订单量是线上升 也增加了出口 增加了有4000多万人民币 我们第二载利部会我们也契约了 我们很期待